不残留 那怎么办 你到我们这儿来 我们能帮你什么吗 就只想来找个 找我们倾诉一下 是吧 对 小曾说 无论妻子发生了什么 她都不会追究 只是希望妻子能回家 和她好好过日子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 妻子始终没有出现 小曾觉得 妻子这次离家出走 也许真的是 要过她一辈子 无奈之下 小曾怀着最后一次希望 打电话转帮了我们 希望如果心理好安静 去说妻子离家 我们辗转电话联系到了 小曾的妻子小如 通过几天的交流和沟通 小如终于统一 在心理专家赞场的情况下 和小曾谈谈 好 那我们听听妻子听到这话 妻子的反应 好不好 我们把它请出来 这在里边还哭了 来来来坐坐坐 刚才我老公说的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对 我们你看你看 哭着跟累人似的出来了 那还没撒谎 那你为什么哭啊 因为很多东西就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都累过一些 就是在外面 我觉得在外面 特别累 又背负在外面的样子 而且自己家里瞧不起我 而且我老公呢 他也不争气 所以你就希望老公能给你争口气 争个面子 对 顶尖一地 我们结婚已经四年 就说认识四年结婚三年 都没有回过娘家 但是没有回过娘家 但是我家里人都说 就说你老公是不是那么没有用 怎么连我娘家都回不成 我就说 我就说没有 是我们自己太忙了 我身体不好 当我家里人都那些 一直都跟我老公 当我老公说话 但是 到这个 为什么不能回家呢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不是见不得人 是我们确实经济上 很有很大的问题 我自己 这么的工资又不多 就一千两块 一千两块 也说把我妈妈记得 也说要给她妈妈一点 把她买一些衣物 自己的用钱是什么的 这些衣物都是她自己给自己的 你要你听明白 你要意思是回家的钱都攒不够 对呀 这些从来就不缺 那到底谁说 你觉得回当家是有钱的 她说是没钱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她觉得就是我想让我回去的时候 风光一点 不要太穷 入费是没问题是吧 但是她得带点那种 我也挺想去的 她意思就是这样让我回去的 去她家的时候要风光一点 这样我说要风光有什么用 对不对 我起码我有这份心就得了 那经济上的实力可能是达不到那样的效果 但是我有这份心会过去 其实她都以为一直都以为我有问题 其实她说她自己有心理有问题 真的是她自己有问题 那么你当初在决定要嫁给她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知道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那时候为什么愿意嫁给她 愿意跟她有婚姻 我嫁给她的时候 我来他们家 那她妈妈对我特好了 特别好 特别照顾 像这些女儿一样 煮好饭 叫我们来吃 对你是因为婆婆对你好 所以嫁给这个儿子 对 是这个原因吗 这个原因是很坚固的原因 是说永恒的原因 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 她这个婆婆对你很好 但这个儿子好像不太能干 她说我就心里想 就是说老公嘛 应该是靠自己来那个的 就是说她那时候结婚后 应该她会勤快会来主持自己的家庭 我都是这样想 你觉得她会变 对 现在妻子的态度是这样 你不能让我的期待实现 对 那么我就要拆掉我们的婚姻 对 我就走 是一个破坏性的方式 妻子虽然答应我们来演播室 但是在节目现场却一直强调 不是自己有心理问题 而是丈夫有心理问题 自己这四年来 容忍了丈夫态度 实在是忍不下去了 这次来和小曾见面 就是想和小曾做个最后的两段 说服小曾去办理离婚手续 面对妻子小卢的坚决 小曾无计可施 在我们的劝说下 小卢终于答应 听听专家的说谎 再做出最后的权益 专家决定 和这对夫妻好好聊应 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